持续了多月的利比亚北部冲突 近日再度出现了新的转机 在重新集结几方武装力量后 立民族团结政府下属的军队 对盖尔阳市发动突袭 最终他们成功夺取了这座位于迪黎波里南面 整口近20万的战略重镇 彻底扫除之前在迪黎波里被围困的阴霾 而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 利比亚政府均相继拿到了哈夫塔尔部队 丢弃的装甲车、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武器装备的生产地显示 他们来自美国和阿联酋 无疑这些国家在背后 为力东部武装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援 另一边 被对手击溃的哈夫塔尔 暂时收拢了部队 毕竟他们已几个月呈现作战 如果不暂时收缩锋芒 必然会在下阶段的战役中继续失利 与此同时 哈夫塔尔已下令下属武装部队 只要见到在利比亚境内的土耳其飞机或者舰船 不经请示便可以直接向其进攻 原来 土耳其此前通过海运 空运箱结合的方式 向民族团结政府 输送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最为扎眼的就是BMC装甲车 因此 利东部武装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急助这个战败的机会 便直接向土耳其这个中东大国 发出了开战信号 不难看出 事情发展到现在 利比亚这一轮冲突的背后国家 开始逐步浮出水面 颇有点代理人战争的形势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利比亚这个国家 地处地中海南岸 同时该国已经查明的原油和天然气储量 在整个非洲地区都是第一 如此好的战略区位优势 以及丰富的资源 自然成为了各大国想要分享的蛋糕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在推翻卡扎菲的行动中 西方国家出奇 一致的采取了措施 只不过没了卡扎菲的利比亚 此后陷入一团混乱 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出现 如今 强人出身的哈夫塔尔 被包括美国 俄罗斯在内的国家寄予厚望 希望通过其凌厉风行的军事行动 结束该国持续多年之久的战乱和不稳定 可没想到 意大利 土耳其 甚至法国纷纷站到了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边 给了后者不同程度的支援 因而才出现了上述文中提到的复杂情况 可以说 随着交战局面已经陷入僵持 下一阶段对峙 双方依然还会周旋下去 倘若哈夫塔尔不能在外国的支援下 速战速决 那么等待他的 就可能是全面失去靠山的境遇 所以他此刻还不管不顾 宣布直接对土耳其目标发动攻击 只是 恐怕这样或许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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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